嗨 大家好 今天是要來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其實這有點我個人的興趣在裡面 我是要用這個Chrome Browser 這個Chrome裡面有一個擴充功能 延伸功能 叫做Screencastify Screencastify來錄製螢幕 而我錄製的內容是要告訴大家 另外一個螢幕錄製軟體 叫做Screencastromatic 要怎麼樣來使用 因為其實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用 Screencastromatic 我覺得它的功能比較多一點 各位就可以看到在這裡 Screencastify就在這裡 它現在正在工作當中 我們才47秒了 但是因為Screencastify 它的免費版只有10分鐘 所以廢話太多 我們立刻就來著手進行 看一下這個Screencastromatic 好 Screencastromatic的首頁長這樣 各位可以看到我已經是登錄了 登錄的話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有些東西會比較順 比如說你已經設定好了 包括要不要 包括你要上傳YouTube的話 是要傳去YouTube哪裡的 帳號設定那些的 ok 那當然你有一個free的帳號的話 它有一點點web hosting 就是它幫你存一點影片 但是有限 ok 好那免費版 不管你是付費版還是免費版 其實你都可以登錄 ok 好那不管你是付費版還是免費版 你上傳它的平台的影片最多都只能15分鐘 但是如果你是付費版的話 你錄的影片的長度可以無限 但是如果當你要上傳它的平台的時候 就不能超過15分鐘 簡單來講是這樣子 ok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Screencastromatic 好那不管你有沒有登錄 你一進來的話 你說oh I'm a newcomer I'm not quite sure 好那你就先從start recording開始 不管是有沒有登錄 都可以直接從這個鍵給它按下去 當初我開始用的時候 它畫面還沒有那麼選 但是一進站也就是這個start recording 這個按鈕吸引了我 我發現它實在是超方便的 也不用安裝了 ok 好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它點下去 然後你看到它就開始跑囉 ok 好那它就問你說要不要啟動 喔當然要啟動不啟動 然後就不能玩 好 然後它就跟我們講recorder launched ok 好接下來各位你就看到這個虛線的畫面囉 好它告訴你說這個虛線的畫面就是recorder We record anything that happens in this frame ok 好那各位看到這些 我說我們在用電腦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要調皮一點 反正看到這種砰砰這種線 理論上應該可以調吧對不對 好現在科技發達 好果然你看它就可以調了 好所以 表示你可以自己customize這個通關 或者是呢 其實它也有一些固定的size 各位可以看到左下角這個control bar 這個control bar這邊其實它有一些固定的 包括呢用解析度啊 還有包括你可以錄全螢幕 不過各位除非說 您的電腦的畫面就已經是這麼的小 現在通常電腦畫面都很大 所以呢 不需要錄到全螢幕 只要錄部分就好了 ok 除非你是要錄這個電腦教學 這樣ok 所以整個那個畫面上的東西都要看到 但是我們教英文 不需要喔 ok 好那呢很重要的啊 你看我的聲音夠大吧 你看呢有時候還會出現這個紅色的 好很重要確認一下你的麥克風 是不是運作正常 好像我現在一邊講話 那個green bar的話就會一直動一直動 表示麥克風就是正常的 好那它這邊其實呢 如果你有外接耳機麥克風 它會偵測到喔 ok好那你可以選 那我現在因為沒有外接 所以我直接就用這個built-in microphone 其實我覺得效果還不錯喔 不需要特別外接 好再來的話就是你看免費版喔 這個不是付費版喔 免費版其實它就提供了錄畫面 webgame i 好ok 或者是呢你也可以錄磁膜畫面 好好算了喔 各位呢可能沒有那麼想要看到我的尊榮 所以我們還是回到這個screen 所以大概確認你要結局的是什麼 好注意到時間最多15分鐘 最長15分鐘 其實我覺得是足夠的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要給學生的內容的話 不需要一次錄到弱弱點 就是給他切小塊 這樣子的話呢 他比較可以利用一些零碎時間 而且有時候一段影片不要看那麼長 你想想看 tad也只有18分鐘 ok好所以這些都確認好之後 各位看到左下角有一個了不起的鍵 叫做record 對不對 好 那你如果不要看到這個control panel 可以點這個gear 這個齒輪就可以把它隱藏起來 要看就把它秀出來 就這樣 ok record按下去 待會如果要暫停也是按它 ok 好 那所以我們就給它按下去 好 就可以開始錄 它一樣也會倒數 ok 好各位看到這個就是我之前做的一個課文講解 好 那常常會有老師對於這個畫面很好奇 其實這很簡單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google文件 好為什麼用google文件呢 因為google文件其實我做完的時候 除了影片給學生看 我這一份 我這一份課文的講解 加右邊的筆記 也可以直接放到雲端給學生看到 跟他們分享這樣子 好 或當然重要的還是影片 那這次我為什麼會有做 當然就是拜您零基所思 感謝零基 ok 好 那 用這個的話 當然它的好處 就是 也許我並不能夠畫線 不能夠像那個free hand 那樣子 那樣畫線 但是我可以把它變色 因為這個也是google裡面的功能 我可以把它變色 對不對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是重點的話 我之前都會把它先變色 ok 然後也許把它變成粗體 好 那等到我在講解的時候 我只要把這個地方highlight起來 好 那google其實google docs 其實它現在很聰明的 你一把東西highlight起來之後 它就會出現這個add comment 好 你只要點下去 好 就可以開始打字了 這樣 ok 不管是造句也好 不管是解釋也好 打完了以後 就把它post上去 ok 看起來呢 就有點像我們講義旁邊的 筑記一樣 那個annotation 看是不是很便利呢 ok 好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想到這個 不過呢 我這一點我是沒有去參考別人的 還蠻臭皮的 ok 好 那因為我們是呢 這個scapture 畫面上面所有的東西 所以其實呢 你在電腦上面 你都還可以捲動這個 捲動這個文件 這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子 好 好 等到你講完了之後 你就直接在這邊 左下角 這邊不是有一個這個pause嗎 好 它不會一下子就要你stop 因為呢 有時候可能會錯按 那就可惜了 好 所以呢會先pause 好 pause的之後的話 如果你還要再繼續 你就按record 如果不要的話 你就按done 可以表示結束 好 好 那立刻就會出來這個 那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play一下 好 ok 好 那它都還可以給你提供一個很簡單的 大概就是只有去頭去尾 中間沒辦法 去頭去尾 因為有時候頭 可能會有一些怪怪畫面 好 我們把它去掉 好 然後呢尾巴 頭尾可以截去這樣子 沒有辦法在中間再做 editing 好 那你看 他說你可以local 你可以存在你的電腦端 你可以upload到他們的平台 最多15分鐘 好 你也可以upload到YouTube 那通常我都選擇 upload到YouTube上面 好 那我都已經設好帳號了 那我只要把這個title改一下 screencast-o-matic ok 好 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publish 它就可以自動幫我上傳到YouTube 這樣子 就這麼簡單 ok 好 所以這個就是screencast-o-matic 好 那我先不要把它傳了 因為呢 這個只是一個小小的測試片而已 好 那呢 當我錄完了之後的話呢 呃 就傳上去嘛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再回到這個screencast-o-matic 好 我剛才呢就把這個 我錄完了 這樣子 就是screencast-o-matic 使用 就是這麼簡單 好 果然他就告訴我說你快要到那個了 好 好那我就呢 要把它停止啊 好很簡單 可以按底下的停止